琉璃瓦屋顶制作过程 先确认好房顶的长宽尺寸 四周排水是自由落水 还是用天沟集中排水 现在开始人自粮的安装 然后是组装屋角的三角梁 三角梁的高度与主粮一致 坡度统一保持30度 根据屋顶材料的重量 如果是琉璃瓦、水泥瓦 采陶瓦要在粮与粮之间加附粮支撑 房顶的安全最重要 所有的屋面粮焊好以后 下一步是屋面瓶条的安装 以琉璃瓦尺寸为例 瓶条间距暗瓦的大小 方管不易太薄 大家最想了解的是屋顶坡度计算 通常我们的房顶坡度在30度 20度、15度大概范围 那么跨度10米 30度的坡企极高是多少 如果是30度 企极高约2.88米 或者起跨度20%约2米也行 总之瓦屋顶不能太低了 因为琉璃瓦的搭接棱不高 在下大雨的时候 如果坡度不够 水量大于流速 雨水就会漫过接缝的瓦棱 直接漏雨很难解决的 最后就是拐角屋顶的内天沟一定做好 还有我们喜欢的老虎窗 美观好看 最大的好处能让屋顶的热气有效排出 好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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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处